12月3日,李克强会见国际基金组织总裁时表示 中国将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实施稳定的宏观政策,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中国将事实降准,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前面这段话的关键点,就在于,事实降准 这是基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后 又一个明确的货币政策放松信号 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里,删除了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管好货币总闸门的表述,引起相当大的关注 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只要删掉这两个点 下一阶段,信贷里面就会显著反弹 而此次降准信号的释放,应该说一直是在预料之内的 市场上也一直存在着降准的预期 但是,信号出现的时间点,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延迟了许多 这里做个简单解释,降准就是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根据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每吸收一定数量的存款 就需要在央行,存放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 这个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当准备金率提高的时候,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的资金被冻结 可以放贷的资金变少 反过来,当准备金率降低的时候 意味着商业银行被冻结的资金减少 增加了可以放贷的资金 一般来说,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 央行就会降准或者降息 从以往的经验看 一般来说,当总理或者国常会提及降准降息之后 快则两天,慢则十天,政策就会兑现 所以,降准最快,可能在本周日宣布 最慢则会在下周内 到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降准是全面的,还是定向的 幅度有多大,释放的资金有多少 回顾前几轮降准 自2018年以来,央行一共进行了11次降准 总共释放长期资金 约9万亿元 其中,2018年四次降准 释放资金3.65万亿元 2019年三次降准 释放资金2.7万亿元 2020年三次降准 释放资金1.75万亿元 而从今年年初至今 只有一次降准 释放资金约1万亿元 可以看出,2021年的降准 是过去几年最少的 如果按惯例,接下来 全面降准0.5% 那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大约1万亿元 至于为什么 这时候释放降准信号 应该是基于综合的因素 比如三季度GDP很不好看 经济增长压力山大 实体企业的经营 进一步的艰难 房地产流动性危机 当然,诸如应付 历来春节前的钱荒 最近又扑来的变种疫情 也都是额外的促进因素 或许有人会问 美联储主席 不是刚刚从鸽派变成了鹰派吗 美国正在快速收水 而且即将进入加息周期 为何中国还会适度宽松呢 很简单 此前中国央行 已经多次强调 认为中美的经济周期不同 中国要在货币政策上 保持自主性 这其实就意味着 中美货币政策 未来会出现巨大差异 当然 现在市场更期待的 其实是降息 但是现在看 可能性并不大 市场报价利率 已经从去年4月至今 坚挺了一年多 依旧纹丝不动 从口风看 也似乎看不到 有什么强有力的下调迹象 毕竟 降息可比降准厉害多了 更有可能使得房地产 如脱墙野马 失去控制 当然 监管层对于房地产 也无法完全地不管不顾 因为从7月开始 全国房地产市场 成交面积和金额 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销售面积 从7月同比下降8.5% 扩大到了10月的 下降21.7% 销售金额 从7月同比下降7.1% 扩大到了10月的 下降22.6% 11月的数据 尚未公布 但下跌幅度 可能会继续扩大 这导致 经济不太活跃的 三四线城市 土地出让金 出现了同比大跌 比如 今年1到11月 桂林同比下降了 71% 襄阳同比下降了 42% 就连宁波 昆明这样 能及相对较强的城市 也出现31% 和71%的跌幅 外地收入 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往往占地方开支的 一半以上 甚至达到 60% 对于房地产而言 只要是向市场 释放流动性 房地产就都会受益 不过是大小的问题 当然 对于一些出现问题的房企 就不要抱太大希望了 这些利好对于他们而言 并不能改变什么 也是在同一天 恒大对外公告 首次公开承认 不确定是否拥有充足资金 继续履行财务责任 这代表着 恒大终于挺不住 迈向了实质性的违约 广东省政府 也约谈许家义 同意向恒大派出工作组 督促推进 企业风险处置工作 督促切实加强 内控管理 维护正常经营 与此同时 央行也第一时间 对恒大事件发表回应 认为恒大经营管理不善 盲目多元化扩张 最终导致风险爆发 并一致表示 恒大问题 属于个案风险 实际上 自恒大出事以来 市场一直在等待 恒大债务违约的尺点 但之前几次 许家印疑似变卖个人资产 在最后十点 偿还了美元债利息 展现了惊人的求生欲 可实际上 在通过 大幅降价快速回笼资金 以降低杠杆的策略 被喊停后 恒大五个锅盖十个锅的游戏 就已玩不下去 违约只是迟早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 恒大违约 就是靴子落地 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 而恒大事件 更大意义在于 处置问题房企的大幕拉开 作为第一大房地产开发商 恒大无论从规模 所有之性质 都集聚指标意义 其处理方案的选择 处理细节的含义 都会被市场放大解释 首先 恒大的杠杆 严重超出了底线 尽管高杠杆高周转 是目前房地产开发的 主流模式 但恒大杠杆程度之高 加杠杆手法之多 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尽管恒大在银行贷款 只有2100亿元 但其通过信托贷款 就有约3700亿 上下游供应商欠款 约5800亿 其他短期借款 还有约8000亿 以及恒大财富高西兰储等手段 绕开监管限制 将杠杆水平做到了极致 再是盲目激进的多元化 这些年来 恒大多元化 从来没有停过 也基本没有成功过 比如恒大兵权 恒大粮油等 近年来 恒大转向造车 通过举债 大肆并购 其手法之土豪 购买之疯狂 令人叹为观止 但到目前为止 500多亿元砸下去 仍未造出一辆车来 恒大接下来 大概率 会走破产重整的路 但恒大不同于海航 缺乏核心优质产业资产 除物业资产外 主要是以项目屠储形式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 恒大并没有资不抵债 它拥有三亿平米屠储 以及诸多项目 但是 光有这些资产 有什么用 一旦项目屠储 需要变现 就需要找买家 对方需要尽调 双方需要谈判 便宜卖了 又难以解决困境 尤其是当市场下滑 又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 这个过程 可能会拖得非常长 长到根本扛不过去 恒大危机 不是个案 而是实实在在的 全行业现象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对冲 大部分有问题的房企 也都难以倖免 爆雷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很可能引发 信用环境 进一步收紧 导致没有问题的房企 一起倒下 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危及整个房地产的稳定 的确 高房价导致房地产的问题 十分严重 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 房地产行业本身 毕竟 房地产上下游 涉及钢铁 工程机械制造 家电等 诸多实体企业 一旦房地产崩溃 这些企业 大部分肯定非死即惨 所以 监管层 处置恒大等 防企风险事件 肯定会尽量避免用力过猛 把拆弹 变成了引爆 当然 也不能因为恒大等 有可能引发系统风险 就无原则 无底线的救助 否则 就等于变相鼓励企业 无脑加杠杆 赚了是自己的 赔了有政府兜底 甚至活过来之后 财富还能实现 十倍百倍的增长 因此 过度扩大风险的人 必须按市场原则承担损失 作为企业领导者 许家印很可能变卖股权偿债 或者股权被大幅压缩 甚至清零出局 而其他原始股东 也应该首先承担损失 包括卖股长债 包括资本减计 其次是优先股 刺激债投资者 再次是银行等 信用债投资者和财富投资者 然后是各种抵押贷款 之后是上下游供应链 以及企业员工等 按照顺序不同 承担的损失程度 也会不同 恒大危机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迪 很多购房者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过去的顺周期里 把大量的资金 投入到房产 不但如此 而且拼命的高杠杆 把负债往死里做 这在高歌猛进的大周期 没有大问题 但是在现在及未来 房地产的增值都能下降 锁仓周期变长 房地产税势点在即 如果还不能做好流动性管理 那么恒大的危机 必然会在这些人身上 再次上演